台方天發生火災意外的還有基隆長登醫院 中午的十二點二十六分 消防局互報 頂樓十三樓冒出濃煙 緊急出動人車 在十三樓的電機室 發現了起火快速撲滅 院方也緊急疏散同層樓的洗腎病人 五十九人 以及十七名的重症病患到其他的樓層 十二樓的病患則是就地避難 索性全員平安 消防人員抵達十三樓 眼前煙霧瀰漫 三號中午十二點二十六分 消防隊貨爆基隆長根醫院發生火警 趕往現場 馬上拿出熱顯像儀偵測 發現起火點就在電機室 趕緊拉水線來滅火 院方上週才完成消防演練 人員疏散非常快速 在起火樓層十三樓 五十九名洗腎病患剛好交接班中 所以不用花時間拔針直接疏散 同層樓十七名內科加護病房病患 則分別疏散至九樓加護病房與急診室 至於十二樓所幸農煙並未入侵 四十六名病患與醫護人員就地避難 消防局表示緊急關閉安全門有效阻隔農煙 醫院使用防火材質避免火事快速蔓延有助更快速控制場面 院方也認為平日的消防演練讓這一次緊急疏散更順利 針對當天有緊急洗腎需求的病人 院方安排至情仁湖院區進行 衛生局則監督院方要確保洗腎與重症病患的後續權益 起火原因還有待調查 此次火災僅影響十三樓 院方表示損失範圍出判不大 希望能盡快在周五恢復洗腎治療 記者 鄰居民朋友組 基隆報導 有關於一世的股海疫力 甩幻生局協調查 大量的股市北平 在那邊